所以我们为什么一个正常人每天要睡觉 睡觉的第一步是关上你这个门 六个漏洞 六个漏洞在我们传承 叫六个贼 他偷你的东西 所以我们身上有六个贼 这是正常人不知道的 这六个贼是眼 眼、耳、鼻、蛇、身 还有一个最大的贼王叫义 咱们水平再差也应该知道眼耳鼻、蛇、身在哪吧 有没有人不知道 都笑 笑的人都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说知道 老师说知不知道就说知道 就证明知道了 要相应 所以眼睛、耳朵、鼻子、舌、身 它会发生作用 但是我们发挥作用的时候 它一定要消耗能量 所以它把你人体里宝贵的能量被谁拿走了 被这六个贼拿走了 被你的眼睛消耗了 耳朵消耗了 嘴巴不停地说 消耗了 现在你们每个人都有个手机消耗得更厉害 几乎八不九什么时间都在那个手机上 手也动 眼睛也动 脑袋也动 通过那个玩儿漏电漏得更厉害 看一会儿人整个就昏沉了 为什么 你的电不足了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电 这个电灯 它是要有电的 它没电 它就电压不足以后就一闪一闪的 像我这个年龄的可能都经过这个时代 就是电压不足 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 那么这个就是电能不足了 就出现这个状态了 现在好了 现在饱足供电 所以就见不出这个现象 但是人你为什么会想睡觉 为什么昏沉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就告诉你 老兄电不够了省点 这个时候听话的人 马上眯一会儿 五分钟十分钟 又充足了电 又可以用一会儿了 不听话的人怎么样 越累越在那玩手机 越累越在那穷聊 你聊出钱来那是叫做生意 对不对 你没事在那瞎聊 那不是穷聊吗 越聊越穷 为什么你把电都放光了 你把能量都放光了 你这个越聊越穷 叫穷聊 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傻 那么要节约就用 为什么呢 你人这一辈子 你带了多少的光 这个能量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能量 它是宝贵的生命光 记住哦 它是物质的 这个生命光你带了多少来 是一个固定的数字的 什么意思 就是天地在造你的时候 你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那一刻 实际上你带着多少东西来 已经给你定下来了 这就是说 有的人说我不相信命 你不相信命 命就不存在吗 是不可能的 这个命它是个科学的事 它不能够以你说 我否定它 它就不存在 我承认它 它就存在 它是科学的